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天 今年7月惊传小中风紧急住院 74岁的她虽自称无大碍 只是天气太热 但太太李亚平却在立法院心疼透露 老公脖子后方血管栓色 脑部也有血块 儿子于祥全在个人粉丝专业 报告父亲最新病情 称于天很幸运 医生说他确实颈部塞住 但情况良好 李亚平说于天三天前就感觉身体不舒服 右眼不仅浮肿 还跟左眼从外观上看起来不平衡 右手右脚也无力举起 之后才紧急到医院治疗 他目前在医生的建议下服用凝血剂化掉血块 虽然不用安排进开刀房 但需要观察一周 于天自己则发声明称不算中风 只是天气太热导致身体不适 于祥全发文替爸爸报平安 强调现在没事了 医生说爸爸实在是太幸运 好人有好报 检查结果颈部血管堵住 主干线不通 直接绕小路通过去 来医院时已经90%自愈 但因为中风复发率高 必须留院观察 二 田文仲 头戴鸭舌帽站在花圃旁边 撒鸟饲料的人正是田文仲 曾经主持知名节目《我爱红娘》红遍大街小巷 后来在高雄开餐厅享受退休生活 他一开口声音沙哑 原来田文仲在去年罹患生门癌 当时他不愿意去看医生 还是女儿特地带他去就医 生病前根本看不出征兆 田文仲说三十几年前主持节目 声音一直很洪凉 只是可能没有保养好嗓子 才会喉咙长茧 罹患癌症他也积极治疗 虽然嗓子哑了 但经过治疗又越来越好 他还算幸运 病情没太严重 也很感谢女儿特地从美国回来照顾他 由于成长过程较为辛苦 田文仲相当能体会失亲孩童的无助于困难 曾号召各界人士发起爱心捐款 田文仲也在左营区开音乐餐厅 随时欢迎老粉丝上门聚聚 从照片中可以看到田文仲的头发几乎全白 但精神抖擞 面露琴切的笑容 健康状况看起来很不错 三 杨耀东 还记得在民歌时期以代表作季节语 星期六而红遍歌坛的杨耀东吗 他那高大英俊的外形搭配动人的好歌喉 在当年可是风靡万千少女 至今也依旧是不少人难忘的回忆 不仅如此 他与太太崔爱莲真心相待的爱情也同样是演艺圈中的一段佳话 但怎料命运无情 在2001年时不幸遭逢爱妻因气喘离世的噩耗后 伤心欲绝的他离开台湾到美国发展 如今仍是孤身一人 杨耀东坦言 太太离开的第一年 自己仿若陷入无尽的悲伤 每天都必须透过日记的方式写信给天上的爱妻 方能减换心中的私情 但即便如此 后来还是因思劳成疾而患忧郁 为此三度进出急诊室 直到第三年才真正接受崔爱莲离开的事实 逐渐从哀怨中释怀 说着说着 他还忍不住在镜头前呼吁 真的要珍惜当下 不然一下子人就不见了 被问到 为什么至今仍旧单身 杨耀东似乎不愿多谈 四 陈淑芳 此生演员陈淑芳去年拿下金马影后 除了疫情在家休息的两个月外 几乎工作满党 他不在意生外职务 有钱就多做点工艺 不然自己能吃用多少 去年11月 83岁影后陈淑芳出席活动 自曝至今仍在租房独居 令许多网友吃惊不已 在活动现场 陈淑芳称 虽然现在有很多工作 但自己不会去特地计算自己损失多少 又赚了多少钱 只要剩下的钱勾用在告别式上就好 紧接着 陈淑芳更是自曝 现在仍在租房独居 怕和孩子们住在一起 打扰到他们 也从未想过买房 因为他觉得自己不知道还能活多久 也许连十年都没有 如果买了一套小房子 死后也带不走 干脆就不买了 五 青山 77岁的宝岛歌王青山 近日再度回归公众实现 罕见揭秘境况 感慨发声 他们是我最忠实的粉丝 同时表示 近几年自己一直被疾病困扰 每周都要到医院复诊 随着年纪增长 青山患上了很严重的腰病 除了行走要借助拐杖外 每周还要定期到医院复诊 透过治疗舒缓定情 即便如此 他依旧保持着乐观的性格 闲来武士经常到女儿家探望三个小外孙 此前他在新加坡开演唱会 女儿一家前来助阵 看到外公登台 宝宝立刻挥手大叫 台上台下亲密互动 场面温馨感人 如今的他因为种种原因 无法再度登台 但他还是会到女儿家 给三个小可爱唱歌 一老三少五儿的不亦乐乎 似乎对不能登台感到惋惜 最后不忘提醒年轻人 一定要养成良好的坐姿 站姿 避免腰部受累 不然老了很有可能患上腰病 不论工作生活都会受影响 最后住院青山的腰病早日康复 也希望三个小外孙 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55岁台语金曲歌后 詹雅雯罹患帕金森氏症 左脑以中度萎缩 月前惊传他脑部又有状况 4月进行了脑部手术 詹雅雯先前才宣布 今年暑假将登上高雄巨蛋 此料同年4月却被曝身体出状况 将进行脑部手术 对此詹雅雯音乐工作室 及演唱会主办单位发生 仅是例行性的回诊治疗 至身体状况一切都在控制中 并称詹雅雯自己看到新闻出来 吓了一跳 相当感动大家对他这么关心 因左脑萎缩 不断跌倒的詹雅雯还透露 现在连坐着看电视 也会看一看突然从左边跌倒 脑袋直接撞倒 腿上都是瘀青 不仅如此 连消化排尿系统也都受到影响 詹雅雯喝水 无法转换成尿液 也没有胃酸和胃液 因此呕吐时都是唇吐 只能靠吃药来排泄 帕金森视症 让他的感官变得更加迟钝 医生曾说 这些症状只会越来越严重 如果不吃药 恐更加剧 詹雅雅雯透露 晚上睡觉时 有时甚至会呼吸宗旨 他也常为此下行 再加上身体上的病争 会衍生出躁欲等问题 因此有道精神科就医 7.刘家昌 现年79岁的资深男星刘家昌 于2018年被爆家庭纠纷 备受关注 试员刘家昌突然在社交网站上 公开大马前妻珍珍 即儿子刘子谦 他以无耻等不堪入目的字眼 形容妻儿 控诉母子二人将他毕生所得的 20亿台币财产 全部骗光 据为己有 害得他晚年陷入苦况 并表示要一家人对簿公堂 所谓庆官难断家务事 关于刘家昌与珍珍母子的家庭纠纷 外界一直议论纷纷 二人各执一词 外人亦不好做出判断 已经79岁的刘家昌 近年独自旅居到美国生活 不过有最新港媒消息指出 他曾突然紧急返台入院接受手术 令不少人都担心他的身体状况 原来刘家昌急返台湾入院开刀手术 是为了救援 刘家昌患有白内障长达8年 病情发展至今已经相当严重 最近他发现视力越来越模糊 看东西越来越不清 担心从此失明的他 终于下定决心 打算返台治疗 而今他已经接受了开刀手术 有记者联络上刘家昌 送上胃棍及了解情况 刘家昌透露手术成功 但手术后要戴着眼罩来护眼 持续两周时间 他坦言 这次只是为其中一只眼睛 进行开刀手术 等到身体恢复稳定后 再进行另一只眼睛的手术治疗 身体各方面都还OK 大家放心 谢谢关心 希望刘家昌早日康复 自生代手术结束后 林美赵又患上了急性肺炎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可能是出于平时作息 饮食不注意的原因 林美赵发现 自己血糖血脂胆固醇过高 为了健康考虑 自称运动白吃的他 现在也被迫运动 均耕饮食 据林美赵所说 现在他每天只能吃七颗坚果 而且水果也只能吃一巴掌的分量 对喜欢吃坚果和水果的他来说 相当痛苦 摘出肿瘤手术结束后 林美赵靠着健康的生活作息 身体渐渐恢复 可万万没想到 他又患上了白内障 各种大大小小的疾病 结肿而来 给了林美赵沉痛的一击 在节目中 林美赵感慨 当年母亲曾叮嘱过他 要注意身体 毕竟年轻时拿健康换钱 老了 拿钱换健康 是最不理智的做法 人生无常 林美赵对自己的境遇很是感慨 罗佩颖去世时 作为局外人的林美赵 还替当事人感到难过惋惜 表示 罗佩颖生前肯定还有很多愿望 目标还未达成 就已经离开任世 实在不甘 林美赵说 不要想留下遗憾吧 也许就像罗妹妹这样 突然间就走了 也许有一些他想见的 但还没来得及见的人 想说的话还没有说的 可以在我办这次聚会时 都说出来 林美赵表示 告别式的氛围 不应该是沉重悲伤的 到时候 大家可以盛装出席 打扮精致 怀抱美好的心情 参加他的告别式 大家可以像往常一样 叙叙旧 唠唠家常 尽可能敞开心扉 说出自己的内心所想 整场告别式 可以在欢快的节奏里进行 曾经风光无限的明星 如今的近况竟如此凄惨 真是令人唏嘘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 大家有什么意见 欢迎在评论区踊跃发言 别忘了点赞分享哦 感谢观看